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在YouTube订阅我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 有新影片就会在第一时间接获通知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三年级华文课本 第十八单元 自然的规律 一,吵的告白 在太阳下,我挺胸迎向光明 在风雨中,我低头弯腰 默默忍受压力与鞭打 我相信,风雨过后是晴天 我天天带着希望生长 我是一颗平凡的小草 从平原到高峰 我们是秩序锦然的士兵 心连着心 用根顶紧紧紧捉牢卧土 为大地披上青绿的毯子 日夜守护着家园 我们是深爱着这片大地的潮 我们是深爱着这片大地的潮 一,披,覆盖或搭在肩膀上 一,披,覆盖或搭在肩膀上 二,自然界的始终 有人说 大自然是一座美丽的始终 你不妨多留心观看 大自然里的生物活动 就会同意这说法 牵牛花 大约清晨四点 打开喇叭 快中午时 就会关闭 五点钟左右 野蔷薇露出笑脸 大约六点钟 蒲公英向你点头 日正当空 万丈阳光下 五十花才盛开 夜晚 夜来香不声不响的 散发香气 春天来了 李子树 李树 梅树等都开花 秋天时 好多树木都果实 雷雷 植物知道时间 飞禽走兽 也是这样 太阳东升 fulfilling 躲在地洞里的田鼠 开始活动 猫头鹰是 田鼠的天敌 它好像知道 到田鼠的DC 白天睡觉 夜间就会在田野巡视 捕捉田鼠 在动物世界里 夏天是残暖的季节 冬天是一些动物冬年的时刻 有人认为 太阳的出没和海水的掌落 为生物暴食 但这只能解释为 生物习性的外在条件 原来在动植物身体的内部 有一个神秘的生物中 生物用它测量时间 不必想冒中 到时候生物自然就醒了 词语解释 不妨 表示可以这样做 没有什么妨碍 万丈 数量词 形容很高 或很深 礼姿 礼姿树的果实 梨树 落叶桥木或灌木 叶子软形 花一般白色 飞禽 会飞的鸟类 也泛指鸟类 啄木鸟 一种鸟 指端有绿粒的爪 嘴长而尖 舌端有钩 能着穿树皮 捕食害虫 猫头鹰 一种鸟 身体淡褐色 多黑斑 头部有脚状的羽毛 眼睛大而圆 咒服夜出 吃鼠 麻雀董 天敌 自然界中 某种动物专门捕食 或危害另一种动物 前者就是后者的天敌 寻视 来回扫视 向四处看 产卵 卵生动物 产出卵子 我受精卵 鸟类 鱼类 两栖类 和昆虫类动物 大都产卵 习性 长期在某种自然条件 或社会环境下 所养成的特性 测量 用仪器 确定空间 时间 温度 速度 功能等 有关的数值 同学们 你们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 有关 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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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看下来